欧国联战火纯然 本轮上演巅峰对决 德国西班牙两强相遇 谁能笑到最后 贝尔能否带领威尔士取得开门红 还有乌克兰对瑞士 以及土耳其对匈牙利等多场比赛 值得关注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斯坦利叔叔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德国对西班牙博彩公司开出的是平手 本场比赛是欧国联A级联赛地组的一场焦点战 将在德国主场 也是德甲球队斯图加特的主场进行 在分析比赛之前 先简单介绍一下欧国联 这个联赛已经打了一届 最终葡萄牙获得了冠军 其实欧国联就是欧洲国家队之间的友谊赛 为了更加规范就形成了一个联赛 与友谊赛不一样的是 首先冠军奖金较多 达1000万欧元 其次虽然不直通欧洲杯 但是有欧洲杯附加赛资格 也算是另一种参加欧洲杯决赛圈的途径 这对于弱队比较有吸引力 德国队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冠军 但是在2016年欧洲杯和2018年世界杯上 他们的表现让人失望 尤其是2018年世界杯 连16强都没有打进 而在上一届欧国联比赛中 他们发挥也比较糟糕 两平两负最终小组垫底 如果不是因为欧国联A级联赛扩军 他们就降到了B级联赛 由于败人踢了欧冠决赛 所以主帅勒夫无法召集参加欧冠决赛的球员 诺伊尔、基米西和格纳布里铁定缺席 虽然穆勒可能参加 但是最终还未确定 此外伯拉腾和胡美尔斯也没有入选 即便如此 德国队的阵容依旧不容小事 维尔纳、萨内、赫洛斯、金多安等球员都在列 西班牙已经不是曾经内支 获得2012欧洲杯和2014年世界杯的斗牛士了 连西班牙主帅前巴萨主帅恩里克都认为 西班牙黄金一代已经成为过去 不能把现在的球队跟以前相比 2016年欧洲杯和2018年世界杯 他们都止步于16强 上届欧国联 他们两胜两负排名小组第二 无缘半决赛 虽然长届比德国队要好 但是如今这支西班牙与之前相比 已经面目全非 阵容上恩里克可以说是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西班牙 由于狼队前锋特劳雷因新冠缺席 巴萨小将法蒂 狂马前锋阿森西奥 利兹连、罗德里格组成的封线 已经沦为欧洲三流 中场方面 纳布勒斯的法比安·鲁伊斯 拜仁的迪亚哥 布斯克斯已经没法跟其他欧洲列强相比 虽然很多年轻人入围 但是在西甲9月12号揭幕的情况下 他们能否拼尽全力 值得怀疑 两队历史上共交手了23次 德国赢了9次 西班牙赢了其中的7次 不过在最近的5场比赛中 德国只赢了其中一场 此一主流指数给出主让平半高水 部分给出平手滴水 德国队之所以降盘 跟半人球员无法参加有关 那我个人觉得 本场比赛主队有示弱之意 看好德国取胜 芬兰对瑞士国赛公司开出的是受平半 芬兰此番组场作战 球队肯定希望击败对手取得开门红 战役十足 队中致命度最高的无疑是效力于英超诺维奇的普吉 虽然本赛季诺维奇在英超保级失败 但普吉的个人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 在上届的欧国联出于C联赛B组 最终六轮战霸 芬兰取得了四胜两副机12分 以小组投名的身份晋级到本届欧国联B联赛中 在上届欧国联主场一球未丢 是主场防守能力最好的球队 而且六轮战霸只丢了三球 芬兰在今年并没有举行过任何一场国际赛事 最近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欧锦赛 当时他们以1比2不敌希腊 当前球员状态如何仍需临场商榷 威尔士此番虽然做客 但球队同样希望取得开门红战役不易低估 拥有黄马前锋贝尔虽然处于球队的边缘 但个人能力同样不用怀疑 此外中场还有来自曼联的Daniel James 后场有效率于热刺的本戴维斯 实力不容小事 威尔士是B联赛D小组中 国际排名最高的球队 球队的整体实力明显要高于其他三支队伍 纸面实力占优 在上届欧国联处于B联赛D组 可是四战战霸 球队只有两胜两负 最终排名小组第二 无缘升级到欧国联A联赛 表现不尽如人意 与芬兰一样 自从踏入2020年后 就再无进行任何一场国际赛事 球队状态如何统一需要名场商榷 两队进五场交锋 芬兰取得了两胜两平一负 网际占优 威尔士进五场赛事 只有一场赢指 盘路走势不尽人意 本场比赛我个人更看好 由贝尔领衔的威尔士取胜 斯洛文尼亚对希腊 博彩公司开出的是平板 那斯洛文尼亚为了取得 本届欧国联的开门红 那必将全力以赴 拥有来自亚特兰大的 主力前锋伊利奇奇 本赛季伊利奇奇在一甲打入15球 个人能力毋庸置疑 在上届欧国联处于C联赛C组 可惜六轮打完 球队三平三负 余胜南球 即三分排名垫底 只打入5球丢8球 攻防两端的表现都不够出色 斯洛文尼亚目前在国际排名第64位 而希腊则排名第54位 球队实力稍战下风 希腊同样希望在本届欧国联联赛 首场赛事中取得开门红 战役不易低估 在今年并没有参加任何国际赛事 最近一场是去年对阵芬兰的比赛 最终希腊在主场2比1击败芬兰 取得了欧锦赛三连胜 当时的表现的确不俗 在上届欧国联处于C联赛B组 最终六场战霸取得三胜三负 即9分排名第三 表现不算出色 近6场欧国联赛事只打入4球 后方丢了5球 攻防两端的能力仍需加强 斯洛伯尼亚近4场比赛全部输盘 盘路走势不尽人意 希腊近3场赛事全部实现赢盘 反之盘路走势是非常的不俗 这场比赛我个人的建议是 希腊不败 乌克兰对瑞士博彩公司开出的是平板 乌克兰上届欧国联B组四战三胜一负 排名第一战绩不错 2019年度各项赛事近10战9胜一负 其中主场5胜一负战绩不俗 在欧洲杯预选赛的比赛中 乌克兰同样表现不俗 在小组赛中利亚葡萄牙掌获投名之位 提前两轮晋级正赛 最近一场国际友谊赛1比0小胜了爱沙尼亚 瑞士国家队此前公布的最新一期大名单中 有着瑞士梅西之称的沙奇里没有入选 球队实力有所下滑 上届欧国联A组四战三胜一负 排名第一战绩不错 2019年度近10场赛事 常规时间5胜3贫2负 其中克场2胜1贫2负战绩还可以 最近一场欧预选赛克场6比1大胜了 直布罗陀表现不错 瑞士和乌克兰最近两次交手 都打成平局 网继两队是平分秋色 盘路方面 乌克兰最近5场比赛有3场输盘 球队近期的盘路走势不佳 瑞士最近3场比赛有2场实现赢盘 近期盘路走势不错 土耳其对匈牙利 博彩公司开出的是半一 土耳其将与塞尔维亚 匈牙利和俄罗斯展开角逐 匈牙利实力稍弱 其余两个对手都是硬骨头 对于土耳其而言 想要在这个小组中夺冠的话 就必须要在匈牙利身上全取6分 球队战役十足 2019年度近10场赛事 7胜2贫1负 其中逐场5胜1贫 战绩不足 上届欧国联B组4战 1胜3负的战绩不佳 排名第三垫底 匈牙利是小组中实力最弱的球队 因此他们本届欧国联的主要目标 相信会是以保级为主 球员大多来自于合甲和凶甲 这样的欧洲非主流联赛球队 能够在五大联赛打上阻力的寥寥无几 上届欧国联C组6战3胜1贫2贫 排名第二 战绩尚可 近10场赛事4胜6负战绩较差 整体状态不够稳定 过去10场赛事只有两次零封对手 期间失球数合计达到15球 防守能力偏弱 双方最近4次交手 土耳其2胜1贫1贫占据优势 我个人的建议是 组场作战的土耳其胜 我今天还买了一个4串1的彩票 是德国希腊威尔士独赢加上土耳其大球 其实我是西班牙球迷 但是现在的西班牙真的是让人比较担心 我买了50美金 重了的话 奖金是1900多 所以就等等看结果吧 最后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